2021肯定是得努力,然後實踐,然後是成長 第一個是努力,因為2021第一個大賽輸杯湯杯 自己也是很早就為這個大賽去做準備 所以自己的努力的方式肯定是也有一些針對性的 現在目前最欠缺的自己就是包括能力,包括場上的這些進攻 努力的方向大概就這兩個吧,所以自己每天也是進攻和能力會練得多一點 實踐的話,通過這次湯杯可以展現自己的一次機會吧 所以我覺得這個實踐的機會也是非常的好,但是也有一些壓力吧 輸杯因為我報名了,但是我也沒有打,所以湯杯這個機會 我覺得自己也是非常的想去珍惜這次機會吧 所以自己發揮的總體還不錯,湯杯的這些表現來看 我覺得也看到了自己前面努力的成果 很早的話,我通過這次湯杯也好,試景賽也好 就有看到成功的地方,打得好的也有 但是試景賽你說也很可惜 所以說自己的等等地方我都覺得需要成長吧 不管是經驗也好,技主也好,技在主也好 都是不夠成熟的一個表現嘛,所以我覺得肯定是要成長的 試景賽是挺意外的,因為一開始我也覺得自己可能也參加不了今年 但是很意外的今年可以去吧,作為年輕隊員我覺得有這樣的機會 能展現自己肯定是非常,就非常興奮嘛,我覺得也非常多 就非常開心嘛,應該是自己自己的技在主可能還有漏洞嘛 我覺得對自身的這種壓力我覺得會有些大吧,我也可以這麼說 所以自己的發揮相對來說,可能就沒有湯杯的時候發揮的那麼的好 我覺得,但是具體什麼原因的話我覺得 肯定是自己的實力還沒有說到那麼的穩定 回去還是去總結吧,我覺得 我覺得生活倒沒什麼變化 關注我,我覺得是好事啊,說明更多人是更期待你啊 我覺得這樣訓練會更有動力,對於我來說吧 那你覺得會是壓力嗎?因為我也看到大家可能 包括在我們羽毛球隊的微博,還有在自己的微博下面 就是經常會有人說,你時空趕緊練習 什麼的都對你抱有比較大的期望 然後你自己會覺得這個是壓力嗎? 嗯,可能會有一點點嘛,就是 但這種壓力不是說,一定有多少多少壓力 就是說自然形成的這種壓力,就是對這種期望嘛 你自己也希望你自己能打得更好 無形的這種壓力我覺得會有一點嘛 感覺你剛剛說的表達的也並不是說粉絲給你的壓力 而是你現在處於這個位置 那一些無形的壓力就會有 對,可能就是說想法比之前多了吧 所以說這種無形的壓力可能就會有一點點嘛 嗯,自己還是要積極地去面對這些問題吧我覺得 現在這個階段也很正常我覺得 比賽少,但是我覺得也不一定是壞事吧 你比賽少的話 我覺得可以更重視你比賽的這種機會 我們的話可能就是說更專注於訓練 然後把每一次比賽出現的問題 然後這一階段去怎麼改進,怎麼訓練 然後在下一次比賽中 就要去完善,就要去改進 訓練的優勢吧 會比別人好 但就是說你比賽少的話 自然你的經驗 你的比賽的這種感覺 自然肯定是沒有說 像他們比賽打得多那樣去好 肯定是要通過比賽去積累的 現階段我們明年 可能比賽的機會也會比今年多 明年我們就可以去 在賽場上展示自己的 練的這些東西嘛 我覺得也挺好的 我覺得就是混雙決賽了 我覺得他們就是在場上的這種 拼搏精神、溝通 賽場上這種不放棄 就是這組中國隊的這種 羽毛球這種亮劍精神 我覺得做得非常好 非常堅信自己就是最棒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一路 也遇到過很多困難 但是一路過關斬將 最後他們能會試 我覺得挺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幻想過 這個小時候就其實幻想過 包括你幻想過 拿各種冠軍都幻想過 那你現在會覺得很驚慌嗎 離你一點 我並沒有這樣覺得 因為你還是得一步一個腳印 先做好眼前的自己 你先不要想那麼遠 我覺得第一個是累積經驗 第二個是腳踏實地 第三個是突破自我 累積經驗那就是 不管是比賽經驗也好 反正等等經驗嘛 然後第二個就是腳踏實地 不要想著一步登天 怎麼怎麼樣 或者說一下子怎麼怎麼樣 我覺得年輕隊員 還是要一步一個腳印 一步一個步伐 腳踏實地的練好每一天 然後第三個是突破自我 作為年輕運動員 有無限種可能去突破 我更希望自己明年 只要有比賽機會吧 我覺得就要不斷地突破自我 我覺得第一個就是 把訓練練好 第二個就是把比賽 能每一站的不留遺憾的 去完成好 然後去突破自我吧 這就是我這樣做的 這個得好好想想 我覺得就簡單一點嘛 就是我今天對我自己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每天對著鏡子 給自己喊一句加油 你能行的 這個也是你激勵自己的方式是嗎 對呀 因為你鏡子 你也不知道你自己長怎麼樣 你鏡子相當於就是你自己嘛 所以說你跟你鏡子交流的話 你心裡會有這種啟發吧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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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